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燕花蝴蝶兰 这个是它今年第一次护花 由于养养不够,我感觉它的花朵也比较小一点 而且很快就掉落了 旁边这一棵,这边也有一棵,它已经掉了 其实没开多长时间 要不然如果你养得好的花 一般是一个来也没问题的 因为这种蝴蝶兰的花期都是很长的 它虽然没有我们那种普通蝴蝶兰的花期长 可是也不会那么一下子就掉 因为我切少水分 你看很漂亮 燕花蝴蝶兰有一点好处就是说 它每一次开出来的花都会给你带来惊喜 每次都不一样 这一次一共互花了三朵 两朵是这个颜色的 然后一朵这个 说来有点惭愧 你看我今年的这个养得不好 叶子呢就是黄黄的 这个可能要老气的 这个呢我是给它放在我那个兰花架子上最高的 然后呢还有一次竟然忘记浇水的 所以呢它的根呢 看一看 这个就是你养不好的 要不然它的根就是胖胖的才对 你看这个根都干掉了 我本来想给它换盆 然后呢想算了 不要动它 因为我下个礼拜出去 假期了 要出去玩了 要去玩两个多礼拜才回来 所以呢 等回来之后呢再给它换盆 换盆我也一样会用水 所以它有一组 加点木炭 跟一点点酥皮 可能我不这次会用那个叶康 粗的叶康 Costco 买的粗的叶康 看看能不能比较好一点 我很喜欢它那种珍奇�蝶 你看它开叶子刚创出来是粒油油的 这个是我给它照顾不好 要不然人家大叶子很好看的 这个是我爱一点吧 在Blocosat Agri买的 买回来呢本来就有三个滑梗 现在呢 我长了一个滑梗 这个是新长出来的滑梗 长得也不好 因为我最喜欢的 最近掉进了那个玫瑰花坑了 花很多时间在照顾玫瑰花 然后呢就比较少的时间照顾兰花了 所以它长得不好 所以我常常跟新的新手花友讲说 如果你不是很多的时间呢 千万不要买一下子买太多花 要慢慢慢慢的来 要不然真的是 我最近的很多兰花都死掉了 挺可惜的 这个燕花蝴蝶呢 其实算是很好的 因为它每次开出来的花呢 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像这一朵 是不是很漂亮啊 超级开心 等我回来的时候呢 再换资料 再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它今年呢可以互花两次 好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